至于在海牙国际仲裁庭针对南中国海管辖权裁决之前 菲律宾今早已经有民运分子和渔民在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外示威抗议 重申菲律宾拥有中国口中黄岩岛的岛礁主权 要求中国军队撤离有关的浅滩 别再侵占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 这一起由菲律宾前朝政府提醒的仲裁案成功凝聚菲律宾人民之时 当中又以渔民特别关注 因为争兴的区域也就是中国口中的黄岩岛 国际社会称之为斯卡伯勒浅滩的海域 向来是非国渔民的生计来源 大约一百名民运分子 今早游行到中国大使馆外 重申中国九段线不合法的立场 强调中国必须尊重菲律宾在南中国海 相拥的专属经济区 并对中国海军频频军感渔民捕捞深感不满 世卫者要求中国军队尊重菲律宾主权 立刻撤离有关争议性的海域 归还本应属于菲律宾的领土